我本來是畫油畫的 我回到台灣開始做文字藝術 做了多少年 就算他30歲了 40年了 40多年了 做不完 我越做越覺得他的豐富 有他的魅力 我在替他喊冤 這麼漂亮的文字你們怎麼不用我 我這個年齡了 我假如再不把文字的魅力 文字的豐富性介紹給你們 讓你們知道 我這個時候再不把文字介紹出來 我覺得我自己對不起我自己 我一直在強調 我們的文字 我們的語言是合得一致的 語言寫下來就是文字 對不對 可是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英文就進來了 然後我們中文過文課就越來越少了 我小的時候 我小學四年級來台灣 還有寫毛筆字 一直寫到高中 當然我大學是師大美術系一地的 可是我知道後來的小孩越來越沒有了 不寫了多輕鬆啊 英文都可以了都痛啊 你說我心痛不痛 我們的文字字大無外 你說吧 都包括在我們裡頭 只是你不會用啊 我回到台灣 我沒有在賣羊西洋的東西 我回歸到我的文字藝術 讓文字藝術走到當代藝術 假如我們還在停留 然後蘇法在明朝清朝 或者民國與佑任時代 我們有當代嗎 我沒有說我做得對錯 藝術本來沒有對錯 可是一個時代在一直在進步 我想我們要跟得上時代吧 我跨界2003年就開始喔 我空間的一個展示 對不對 慢慢跟文字藝術家在對話 然後做到線條的一個多媒體 跟舞蹈跟爵士樂的合作 我最後要做到一個時尚 因為我現在這個時代 哪個人不對時尚 我要多看兩眼 我有一個熱心腸 我有一個膽子 所以我就想我要做衣服了 穿在身上你們總看得到吧 我要做五次 第一次我是用100張的線條 裡頭的20張 第二次也是20張 我覺得他們對線條有點概念了 我就要寫文字了 所以第三次呢就一個五字 一個五字我寫了二十幾個各種字體 文字一個字熟悉了 我就增加了兩個字 所以第四次你看的就是四季 所以我到第五次我就反考他們了 你們出題目 所以這個五個小朋友 然後我都叫到小朋友了 對不對 你腦中裡頭要用什麼樣的文字 來做你的主題 我也知道很多年輕人去看了我的 我們這個獨一的展覽 那麼當然我去年上半年 我們臺美館給我做了一個展覽 也聽說很多年輕人去 我很高興 我很高興 因為我自己沒有去 我就做完了 我等於我的 我該做的我都做了 所以我希望多點年輕人進來看 好不好 那我這個自大無愛就告訴你們 中國我們自己的文化 就是自大無愛 好好的去研究 你可以找出很多東西 洋人沒有聽都沒聽過 而那個時候我們就出來了 獨一呢 他的很重要一件事就是說 他有他一定的 就是獨一有他自己的輪廓 他的輪廓就是董陽子老師 他有一個就是他想做的事情 就是其實就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他想幫文化形塑出來 就是這樣 他想要藉由時尚能夠幫他表達 我可以幫我國際的經驗帶來在地這樣子 去幫幫忙老師完成實踐他的 他所要想的事情 老師一直很想要幫他的文字的線條 變成一個就是印花布這樣子 那在這裡面我覺得我們就做了這些 我就幫這個根紮下去了 那這是一個五到五年的計畫 那這個為 這等於是我們獨一四開始呢 就開始跟實踐做了另外一個五年計畫 就是印花布的計畫 他是一個充滿熱情充滿活力的人 其實我們認識的初始還滿有趣的 就是董老師在一個服裝點看到我的服裝 然後他很喜歡 可是他覺得運用的東方元素不夠多 所以他想要透過找到我 然後希望可以來教訓或是指導 或是引導我多用一些東方元素 我就跟東老師去喝咖啡 然後才聽東老師講述了他希望水墨線條 拓展到不同的面向 希望各種的傳承的方式 希望有更多的詮釋 那當然很敬佩很感動 東老師有這樣的熱情 也可以感覺到他覺得要推廣水墨線條 推廣字樣為己任 一直以來都覺得 像把老師這樣的藝術 他轉成一個可能 一個視覺上他能夠跟當代 更銜接住的這種想法 其實是一直以來 我在接到這個任務的時候 我最想要去呈現的一個目標 這一次我花了滿多的心思在思考 是說怎麼樣去把老師的一些筆觸 它變成了布花 然後這個布花 我是把它落在一個像是一個棋盤 一個星海棋盤的這種感覺 然後它會有無限散發的視覺感 然後去把老師的一些 他的那種生命力 他筆觸的那些一些能量 去把它變成一個比較現代化 當代的一個像是迷彩一樣的 一個方式去做堆疊這樣 董老師就很親切的長輩 對 但你就沒有想到 老師他這樣可以創作 這麼大的能量的東西 他可以揮好這麼大的作品 就是你無法想像 你看到老師 可是你在看他的作品 怎麼可以創作出這樣的東西呢 我這次也是想要用手工的方式去呈現 然後我會在創作裡面 比方說做很多小小的細節是 它看起來很小很小很小 可是你遠看它是一個大大的世界 所以我就用這樣的方式 想要去呈現老師這次的主題 老師其實我覺得他是非常龐克的一個人 很punk 對 龐克就是表示很有自由意志的 就是龐克就是原本就反對一些體制上的束縛 所以一開始有獨一把文字跟這個 時尚做結合的時候 當時候老師整個 他是非常讓我感覺到很有活力 就是 就像要是 就是像是服裝設計師來講 我覺得相對就是像VIVM5S5這樣 我記得我第一次跟董老師合作在開會的時候 當時我們都很惶恐 皆甚惶恐 那老師就丟了一句話說 欸 周瑩你怎麼樣 一起來玩吧 他就講一起來玩吧 然後當時候我其實是一個衝擊在我心裡面 就是玩這個字 怎麼樣子去把束縛打開 所以在獨一這五次的展覽 其實我都一直希望能夠用這個心態去做一些嘗試 老師給我的字 他感覺像是有一個人在中間 就是好像人在山上的感覺 然後還有這個句子 因為它裡面這個山字它是一直不斷的在重複 然後對我來說它是有一個律動感在裡面 然後感覺好像山軟不斷的堆疊這樣子 所以我這一次的服裝就是用布料去做一些層次的堆疊 我跟他學到很多 就是我覺得他 他對推廣文字這件事情有很大的 他有一個mission 我覺得他就是藉由這些跟年輕人不斷的創作 他其實的目標很明確 他就是希望可以把年輕一代 可以更認識我們自己的文化 請教堂 可憐 請教堂